玉佩老师 我们也来分析 哪些紫薇命盘的人 就是难沟通的 好 大家请把紫薇命盘端出来 我们要看这是命宫 那很难沟通呢 第一个组合 叫做主观意识很强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呢 主观意识很强 命宫做到了 五曲加七煞 一定要这两颗心同工 只有一颗力道不够 另外一个呢 是天机加俱门 但是呢他们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那五曲加七煞 我简称叫做五煞人 其实五煞人呢 他的主导性很强 很多事情都是我说了算 所以他一旦决定了的事情 是绝对不允许改变的 那不管别人认不认同 或是说呢 谁劝说他 他都不会去改变他的初衷 因为五煞的人 他不是活在别人嘴巴旁边的人 而且呢他认为 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 我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有什么不对呢 即便是他做的这个事情 失败了 或是遇到挫折了 他也认为他没错 他只是认为他实际不好 所以五煞人就是因为他的个性 太过于主观 又有一点刚愎之用 所以他这一生的运势 真的就好像在做云霄肥车一样 那么天际家具们的人呢 简称叫做鸡巨人 他们是属于那种很铁齿 不信邪的人 那像鸡巨人 他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啊 他动不动 就会表现出一个态度出来 就是我告诉你 我不是那么好骗的 所以他往往名字山有虎 他就偏要往虎山去闯一闯 闯一闯 他又有一个好不信邪 鸡巨人他什么事情 他都抱持着眼见为实 他用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你要对他好 他甚至会怀疑 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甚至于呢 动不动就说 你拿证据来给我看 所以在一个群众当中 他有时候会让人家很讨厌 就是他很会讲歪理 很会辩驳 可是偏偏他在辩驳的同时 没有人可以讲得过他 所以这个在沟通上面 会让人家觉得他好难搞 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呢 是很难沟通 是因为爱面子不服输 命公做到了子威加天府 一样一定要两颗心同工 或是呢 连生加破君的人 好 那我们先讲 爱面子那一定是子府人 这个子府的人 他真的是属于那种不懂装懂 而且很多事情 都会摆出一副 你什么事情都难不倒果的样子 所以他在他的旁边的当中 他最喜欢当意见领袖了 没事呢 最好大家问问他一些问题 他就是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 可是呢 在他的字典里面 绝对没有不齿下问这件事 就是他会认为 既然我是一个意见领袖 表示我是万事通 我今天如果有问题 遇到问题来问你的话 有失他的颜面 所以他就闭门造居 自己在那边硬钉硬钉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自尊心超强的 你可以剥夺 拿掉他任何东西 你就是不能忽略了他的面子 所以有的时候 明明自己是撤不下去了 他还是跟在那个地方 摆谱也要摆出来 所以到最后苦的是自己 其实也是他家人 另外子府的人 他有一个毛病叫做看大不看小 给人家感觉有一点点势利眼 好那至于不服输呢 那一定是连针加破均的人 怎么说呢我们有句话叫做 上一次当学一次乖 可是连针的人 他永远体会不出这句话来 因为他学不乖 怎么说呢 他觉得他今天就算是输了 一定是我机遇不好 一定是我遇人不俗 绝对不是我能力的问题 我的能力不会有问题 我今天在哪里跌倒 我就在哪里站起来 反正我另起炉灶就可以了 旁边的人再怎么的劝说 说破了嘴 他还是坚持他的理想 他自己想法去做 所以当连破的家人很辛苦的原因 是因为烂摊子 都是家人在帮他收 这个就是不服输造成的一种伤害 这两个组合就给大家做参考